猫咪发情怎么办 猫咪发情后的处理 如果主人暂时还不想让发情的猫咪配种 也不愿意带猫咪去宠物医院绝育的话 可以给它们喂些尽情粉 猫咪在发情之后会遵循身体本能与异性猫咪交配 如果主人有这方面的想法 可以趁时找一个发了情的猫咪 与自家猫咪进行交配繁殖 如果主人不想让猫咪繁衍后代 应当及时将处于发情期的猫咪隔离饲养 对于不需要配种的猫咪 主人最好尽快带猫咪去正规宠物医院做绝育手术 但需要注意正处于发情期的猫咪不能绝育